小猴子捏手捏脚 偷偷跑进饭店大厅 还知道往柜台方向瞅一眼 眼见四下无人 小猴子快速出手 得手开溜 加上零食拿了就跑 小猴子一溜烟跑到饭店门口 大嘴一撕 不用一秒钟 当场将零食开封 兼知比人类还熟练 而贪吃的小猴子 竟然还找来同伴帮忙把风 犯罪细节做好做满 其实后面很多猴群 这一次是第二次 或许是零食滋味难以忘怀 小猴子三月来光临 四月故技重施 雷犯的小猴 还专挑台东在地里做的 零食下手 可说是相当懂吃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 猴子攻击游客的状况 我们也都会宣讨 就是请游客尽量 不要去喂食这些野生米头 饭店位在资本温泉区 附近野生猴群非常多 饭店目前也只能加强 宣导别喂食 否则猴群食髓之味 可救 后患无穷 记者潘震贤 如游涛台东采访报导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Go